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在机场出入境的时候 旅客护照都会盖上像这样的戳章 有两种戳章的外观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原来出境原形章是代表圆满 而入境是以八卦形状代表是趋吉避凶 另外由书法家董扬姿提次 入境的静字中间还可以多了一点 代表希望人潮多一点 处处藏有巧思 机场出入境 海关人员拿起护照盖上戳章 仔细一看出境与入境外观不相同 原来藏有大巧思 设计入境查验章的时候 就以八卦这个形状来设计 因为八卦它具有华萨纳福取吉避凶 及欢迎世界各国来自四面八方的旅客 这样的意义 另外出境我们用原形 就是要祝福旅客 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原形出境章代表圆满 八角形入境章 其实主要以八卦形状设计代表趋吉避凶 这样的寓意充满祝福之意 由书法家董扬姿提次 入境的境中间却多出了一点 一开始我们会以为是错字 其实不是的 它的用意就是希望入境多一点 入境多一点就是入境的旅客越多越好 只是希望我们教育这一块不要把书法文字艺术忽略 同时是台湾重要艺术家八岁开始学习书法 更致力推广书法的董扬姿现年77岁 2013年收到内政部移民署题字 增基更显珍贵 这个就是董扬姿老师的增基 我们将他的增基表框起来 机场输入竞张不仅充满艺术气息 还具有不同意义 既有图文传递更多祝福 短新闻收货名正宏生 周元杰在台湾报道